而是體重堂 一支選手 Yoko Hayato 練的是盪鳴監禁 連續的成績 念不改設 他的項目是標槍和鐵柄 Takahi Taka 也是練的盪鳴 Takahi Taka 他的項目是牽球 另外的男子三鐵 和十項選手 也都做盡量的訓練 他們和體重的選手 一樣的練習 以增加 肺部腰部肌肉的力量 我國的前進選手 根本沒有練習過體重 韓國的羽毛球隊 實力沒有南洋一帶的國家來得強 但是聽說他們已經開始注意這項運動 正在一起直追 韓國的羽毛球隊 他們這次也參加了 男女三雙打和團體賽 動作還算不錯 馬來西亞的羽毛球隊 曾經拿過世界的 康瑪斯盃冠軍 這次和泰國、中華民國 抽籤抽到一堵 有坡隊的自由車廠 有印度、馬來西亞、韓國和菲律賓 四個國家的選手在練習 印度隊身材比較高大 體力顯得很好 可能有希望上名 馬來西亞自由車隊 是在上個月28號 已經到達了曼谷 可以說是他們的先頭部隊 韓國的自由車 實力很強 尤其是他們的長途賽 最有希望 隊員的奮鬥精神也非常可配 菲律賓也有自由車隊參加 上民的希望不大 因為泰國只有這一個 有邪度跑道的場地 這四個國家的選手 都攀雜在一起 互相的追逐 還有些國家不習慣這種跑道 當年有一個選手 曾經在前幾天練習的時候 摔斷了肋骨 我國的選手 蔣光燦也在練習的時候受了貼傷 跳水的表演賽是大會的一項很好看的項目 各國的選手 這幾天都在熟悉場地 就是跳板的彈性和高度 最高的高達數十公尺的跳台 選手們以各種美妙的姿態 展示他們的技巧 跳水必須要頭腦清晰 平衡力量用的下半 還要在空中磨算時間 然後在空中磨算時間 的快速 沒錯